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美女Naiomi 她来给我们介绍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公寓 好 现在就交给Naiomi啦 有请Naiomi 嗨 大家好 我是Naiomi王Sutton West Coast的地产经纪 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两房两位的公寓非常有特色 它是一个Pan House 顶层公寓 在这里的顶层公寓是非常非常细缺的 那今天的公寓的地址是722-531-Cedar Bridgew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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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这个美丽的两房两位的公寓呢 一进门就是一个宽大的 非常非常 open concept 开放式的厨房 大家看一下这个厨房是属于整个环绕式的这个台面 非常大气 再看配着白色的这种橱柜 非常典雅高贵 冰箱尺寸也很大 配着深色和白色 显得非常协调 然后这个两个洗手池子很方便 最重要的呢 它们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微波炉 就在这个炉子的上面 炉子呢是真正专业的这个炉灶 是属于用煤气的 那么当您烹饪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方便 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非常好的牌子 叫citchen aid这样的一个洗碗机 再跟我来看一下我们这宽大的客厅 客厅和厨房仅仅相连 而且没有墙的隔开那种感觉 非常压抑的感觉 更重要大家看这个尺寸啊 希望我们水晶晶女士给一个全镜头看一下 这个尺寸 基本上比我们的single house 独立别墅都要大 方方正正 这是非常稀有的 在公寓当中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尺寸成高 这个高度 这个公寓的高度是九尺小高 因为它是tenthouse 所以呢 高度格外的好 这样就不压抑 大家再看一看 这呢 是洗衣房 小的小的洗衣的洗衣设备 都在这里 关上门 这样设计呢 非常节省空间 最重要的我们的这个高度非常好 九尺高度 餐厅和整个的礼物 还有厨房 混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开放 很舒适 大家再看一看 这个这么宽大的窗户 它这个房子 因为它是顶层 又是这个角落单位 再看一下这个窗户 两个窗户 都是非常非常的弯 非常的高 嗯 因为这个是一个转角位 所以 对 就两边都有窗户 对 这样呢 使得室内的光线 即使不开灯 也是非常非常的明亮 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宽敞明亮的主播 我们主播的特点呢 是窗户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从这个角度呢 还能看到一些景色 而且特别挑高 这个卧室 窗户呢 也是几乎是整个 整面墙都是窗户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主卧呢 有 暴露式的衣柜 暴露式的衣橱呢 左侧和右侧 都可以分为男主人 分居主人 我们看一下 这 特别特别大的尺寸的 这个卫生间 两个洗手盆 然后呢 男主人女主人 可以同时洗素 再看一下 这个特别宽大的 已经就是 灶在里面的那种浴缸 这种浴缸呢 成本特别的高 这是沙尾 那么这整个的尺寸呢 整个的尺寸 这个这么大了 主卧的这个 卫生间的尺寸 基本上跟独立屋那种别墅的尺寸 几乎是一样的了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第二个卫室 尺寸呢 也是非常宽大的 这种很现代的设计 很方便 窗户也很大 让我们的摄影师 水晶天照一下外面的景色 即使在房间内 也能看到美丽的雪山 还有城市景色 哦 对哦 这房间景色 这一点很稀缺吧 是 很好很好 不错 然后它前面还有这么宽的这个位置 可以做工作台都行 对 还可以放电脑电视 下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丽无比的大阳台 邀请大家欣赏一下这美丽的景色 这个呢 是直角转角阳台 所以阳台的面景非常非常的大 看一下这种景色 这个景色是真正的Million Dollar View 百万元的价值百万的景色 哇 毫无遮挡 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水 温景 呦 那是什么河呀 飞沙河呀 哦 飞沙河 美丽的飞沙河 哦 哇 大桶华什么的就在这附近 楼下就不远 就是非常方便 然后您看这里哈 嗯 现在不属于仓库性 所以呢 就像那些高层 会把我们的景色给挡上 嗯 这个呢 很长时间都不会动的 所以呢 这个景色会一直在着 主人呢 主人呢 现在放了一个烧烤巴饼 像拐过来 又是一个非常宽大的阳台 哇 这阳台 这阳台真好大 对呀 一整个拐角都是 一个都是能有200多尺 对 我来拍一下这个宽大的阳台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侧阳台一管过来呢 除了看到山景 城市景色 温西 这个各种各样的景色之外呢 它还最好对着我们的小区的绿化的部分 下面有水呀 好坪啊 还有休息的地方 是得天独厚的最好的位置 这里是这栋楼的最顶层吗 是的 是最顶层 所以叫Penhouse Penhouse Penhouse正常来讲 要价格更贵一些 那么这么好的 这么漂亮的 这样大拐角的 又是Penhouse的公寓 其实才四年新 2016年才竣工 我们是一省屋主 屋主呢 是来自欧洲的夫妇 当时呢 他们跟这个开发商关系非常好 所以开发商特意给他们留了这一栋 这一个单位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么好的工具 这么好的位置 又是挑高 又是宽大的客厅 现在的厨房 又这么年轻 又这么新 到底你的要价是多少呢 肯定得80多万吧 您猜得对 以前确实是 我以前挖89万 但是现在呢 股主更加愿意把价钱调下来 成心成意的要出售 现在呢 最新的花盘价是77万9800 比80万还要低 现在我们把价格调整了 往下调了10万还多 那么大家想想 这么好的价格 一定想这个面积不大 其实我们的面积是接近1000尺的 在BC政府网站上呢 是记录是958尺 其实当时开发上 给我们是1000尺左右的 但是呢 我们为了跟这个BC这个 assessment上保持一致 我把它写成958尺 总之刚才您看到了 非常非常大的尺寸 稀有的这个大客厅 非常好 大家感兴趣的话 请拨打屏幕下方我的电话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这是这个Penhouse周围的环境 这里的绿化做得非常美 有休闲散步的花园 儿童游乐区 有提供给住客种菜的地方 环境优美舒适 附近就有超市餐馆和欧欧奥 奥林匹克运动馆 是个生活非常方便的地方 这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订阅 谢谢 需要拍摄房子的经纪 请交我微信 可随时为您服务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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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